球場舞上小朋友奮離的揮棒打擊出去 成功衝上一壘 這次近年來很受到歡迎的樂樂棒球既安全又有趣 第二屆樂樂棒球賽吸引了十組隊伍報名參賽 為了就是親子的活動 小朋友能夠有地方可以讓他放開的玩 所以這次的活動有增加了我們的常親組 讓我們的大朋友小朋友都一起共襄盛舉 那這次來講很多的贊助產商來幫助我們 我們的市長我們的議長 副議長所有的一些議員 還有我們的陳怡委員來幫助我們 讓我們這次的活動能夠圓滿的成功 而另一場長青曼述壘球賽吸引了四組隊伍報名 兩個比賽同時在安樂棒球場登場 特別邀請到市議員陳明健親自開球 今年的曼迷跟我們親子的樂樂棒球隊 雖然是下點雨 但是大家的熱情都不減 我們也希望這樣的一個活動能夠持續下去 一方面能夠做親子 每一方面讓大家都有多的休閒活動來聯絡大家的感情 樂樂棒球賽 選手年紀從最小三歲到十歲都有 由於比賽趣味性高 講求團隊精神 爭取主辦的市議員陳明健 希望透過運動賽事 讓更多原住民小朋友發掘運動人才 我希望說每一年辦得越來越大 那我們也拜託一下我們 顏明科我們的經費 越來越多 好不好 是這個協會 舉辦的第二屆的長青組 以及樂樂棒球的活動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有這個榮幸 能夠代表立法委員陳明 來這裡參加這個活動 我們非常重視原住民的健康 以及休閒娛樂 也希望在我們這個活動 這麼棒的活動 能夠繼續的延長 能夠繼續的舉辦下去 第一屆長青慢速壘球 及第二屆樂樂棒球賽開打 不少原住民朋友全家總動員參加比賽 敬請在球場上享受運動樂趣 記者黃少鳴基隆報導